大家好 我是凯特希斯 因為外出不在家 上週好不容易打完了 荒野獵殺 撇鏡 結果又出門了 沒辦法 這段時間只能讓Google小姐替我錄音了 另外質量效應 仙女座和輪之都 也只能抽時間去玩了 好麻煩 這次的主題是對荒野獵殺 野鏡的測評 整體來說很是一般 推薦找好友一起當作線上遊戲玩 單人遊玩只會帶來更多的痛苦 也不得不佩服玉碧口中所謂的高智商AI簡直逆天 之後再慢慢吐槽 遊戲畫面沒有太大問題 遊戲全程給我的感覺都挺不錯 除了反抗軍那痴呆的模樣外都是可以接受的 這些反抗軍也真是出門打仗就和過聖誕節一樣 你們真的以為這是GTA啊 最惡心的地方就是收集部分 我花費三天時間才將全地圖的收集品收集完畢 結果也是白忙活 因為完全用不到那些武器 推薦大家認準自己想要的武器或者配件定點的去刷收集品 否則太累人 在遊戲性上就有的說了 到底是好是壞就取決於大家自己了 根據官方在發售前的描述 荒野獵殺也竟基本不會是一個太糟糕的遊戲 但是玉碧的話能信嗎 首先是非線性的故事模式 其實就是和GTA一樣 地圖上標出任務 玩家自行選擇自己想做的任務 和GTA的故事模式一樣 不做任務期間這個世界的時間就會停止 就算劇情說是某個毒販正急於進行某項計劃 或者對話一直提醒你要去進行某項行動 你完全可以不去理會 因為時間是停止的 我還記得我曾觸發某個販毒工廠的故事 之後我每次讀圖後都會向我灌輸有關毒品包裝和防偵查的小知識 真煩 在最初遊戲的時候 我曾認為根據每個毒販的背景特點 在完成毒販任務後會對之後的遊戲有一定影響 比如巴羅將軍加入反抗軍 BG古科姐不再為聖卡布蘭卡做宣傳 從情況上來看聯合軍應該在行動上有所收斂或者電台能換些內容了 但是什麼都沒有 就是單純的少了一個毒販而已 在此之後玩家就只需要順著毒販 小首領 部門頭領 大魔王的順序打就行了 什麼任務激情的順序 任務之間的影響完全不需要考慮 速推就行了 好的是想要最速通關只要打宣傳部門和戰鬥部門即可 若是想要看全劇情就慢慢來吧 下面說AI官方說過這次遊戲中的AI智商超神 能讓玩家體驗到和多人遊戲一樣的感覺 的確AI是超神了 只不過不是智商超神而是行動超神 因為我是單人通關 所以遊戲全程我都體會到了上帝的故宮 這些AI有幾個我們沒有的基礎技能 隱身 瞬間移動 子彈穿牆 大多數情況下AI是以玩家為中心自由活動 他們經常會若無其事地穿梭於敵人的視線之間 有時會很招搖地站在敵人面前 但敵人就是看不見 在這種情況下 每當我開始加快行動節奏的時候 這些隊友也會很無奈地瞬移到我周圍 中間的過程完全省略 至於子彈穿牆主要體現在同步射擊的時候 雖然AI需要判定是否可以命中 但是大部分情況他們根本無法看見目標 我也是多次目睹這些AI隔牆殺人的神技 在同步射擊的設定上也是奇葩 判定方式根本就不是AI的站位 而是目標的所處的位置是否空曠 基本全部的室內目標都是不能確認命中的 就算玩家看到有合理的位置 我甚至見過隊友和目標互相深情地看住對方 然後隊友說我失去了目標 我都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默默舉槍自己補了 在指揮上 我們可以控制AI的站位 攻擊或防禦 這裡就能體現出AI的缺心眼 如果你讓AI站在某個點防禦 他們就會直挺挺地站在你要的位置 就算受到攻擊也不動一步直到躺下 若是你讓他們自由行動 他們則會追著敵人到天涯海角 還有個就是集合 集合是唯一能讓AI擺脫隱身的方法 我有很多次都是因為集合命令導致這些AI滿場拉仇恨 放風箏 最後慘死 真愛生命遠離單機 除了隊友之外 其他的NPC也一樣 比如聯合軍的360度無死角觀察 反抗軍的平時看不見敵人一聽到槍聲就興奮 反抗軍開車碾壓玩家什麼的 總之不論敵我都是那麼詭異 唯一的優勢就是槍法其准無比 說說遊戲中的任務 任務大體上分為自殺 抓捕跟踪 殲滅 營救之類的內容 大多數都還可以 和GTA搶劫模式差不多 但這裡最討厭的是 不可被敵人發現 這個設定 因為這個遊戲太奇葩了 不可被發現 可理解為不能進入戰鬥或產生單個目標的警戒 就算你和不相關的敵人發生戰鬥也算失敗 所以這配合上在路上巡邏的聯合軍簡直惡心 因為聯合軍只要看到玩家 槍聲就會立刻響起任務失敗 還有一種是把某個載具送到特定地點 敵人的一項特技是能更加注意玩家開的載具 這就要看玩家們同步射擊的槍法和行動速度了 看到屍體也不行 刺殺較為方便 爆炸飛行器輕鬆秒殺 抓捕就麻煩些 這些目標若是不會反抗還好 若是手中有槍我們就只能用連換了 你既不能開槍也不能走機 這些都會造成死亡 很是不方便 還有就是他們會開車逃走 運氣不好就是被載具炸死 完全看臉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是全收集 全任務完成遊戲 想想也是醉了 一定要找隊友玩啊 值得一提的是在單人模式的時候 只有玩家能開載具 所以在追捕開車的毒販是只能讓隊友把車打爆或者用車去撞 原本應該對輪胎進行射擊 可惜AI做不到 在技能加點方面是通過升級或者收集技能點數 但每個技能還需要相應的資源點數 到後期技能點都不是什麼問題 主要是資源的收集較為費勁 若是每項技能都有開啟就能打開終極能力 也沒什麼就是在多人模式中也會起到作用 單人模式只要一個同步射擊就行了 至於故事真的沒什麼好說的注意劇透 大致的講就是四個人在波利維亞對抗整個國家的故事 其一是波利維亞的販毒組織聖塔布蘭卡在美國領事館發起了一次爆炸襲擊 因此美國政府把聖塔布蘭卡由最初的販毒組織升級為恐怖分子 也因此派出了主角四人的特殊行動小隊 在此期間原本潛伏在聖塔布蘭卡中的特工瑞多卡薩多瓦也被殺害 所以這次行動就是復仇行動 但由於非本土行動所以不能太張揚 之後就是針對各個毒販的行動 也是見識到整個販毒和製毒的流程 例如聖塔布蘭卡完全軍事化的管理 高水準的製毒技巧和各式各樣販毒手法 在我們擊敗各部門的首領之後 聖塔布蘭卡已經失去大部分的販毒產業 無論是產量還是質量都大幅下降 防御部門的兄弟反叛 製造和走私部門被破壞 影響力部門被抓捕 在遊戲最後反抗軍其實也不是什麼好人 好在頭領在對噩夢的襲擊中被殺 而噩夢向美國政府提供其他毒販的情報 換取司法獲免權 最終另一個特工鮑曼為了幫瑞多卡薩多瓦 復仇擅自殺死噩夢 結局就是爆慢被捕 噩夢死亡 世界又不太平了 這裡要補充的是最初美國政府 並不打算對聖塔布蘭卡下手 瑞多卡薩多瓦多次向政府要求都沒獲得回應 所以決定炸美國領事館 藉此激發事態逼迫政府出手 瑞多卡薩多瓦被殺的原因就是因為這次爆炸襲擊 總之挺無聊的 在玩通遊戲後我是不打算再玩一次了 給我的感覺很是一般 劇情也沒什麼看點 也就無聊的時候和好友耍耍耍多人模式 遊戲也支持分享遊玩 感覺玉碧也是沒什麼信心啊